政府通过泰冠二行乘机车补助办法 鼓励市民泰冠二行乘机车 改其环保低污染的电动机车 或者是电动脚踏车 补助金额将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 希望借此大幅改善市区的空气品质 由环保局提出的补助办法 已经获得市政会议选意通过 近期内将可公布实施 环保局表示 只要车级在高雄市一年以上的二行乘机车 进行态换后 新购低污染的电动自行车 或者是电动机车就能获得补助 而这项经费将动之 环境保护基金空气污染防治费 其中补助每辆电动自行车3000元 至于电动机车的部分 最高可以补助1万元 希望借此加速淘汰 全市将近50万辆的二行乘机车 最近在高雄有哪些值得参考的